我一直是个理智的姑娘 但我对某样东西 却表现出超出理智的恐惧 我对她的恐惧 在某一天晚上爆发了 那天晚上 我在电脑前写作业 我感到有什么东西在窗帘上 于是我尿了一眼 然后我迅速地逃到了门口 那那那是只虫子啊 我害怕极了 但我还是努力告诉自己 冷静下来 杀死了 于是我试图将它卷进窗帘里 我还死了 过了会儿 我以为它已经死了 并拉回房间的时候 它却依旧在原来的位置 我杀出房间 去找朋友求救 他就叫我勇敢点 为了他不在我的房间里防炎 必须拍死他 想到满屋子的虫子 我我吓尿了 我决定赶回房间 一掌拍死他 但是当我回到房间的时候 它不见了 啊怎么办 要是我去睡觉了 它夜里爬进我的嘴里怎么办 或者它爬进我的鼻孔里 要是在我的肚子里 有了他儿子 孙子 孙子孙子怎么办呀 哎呀 天哪 这时我从过度惊嚣中 清醒了过来 我看到 那只虫子 呼出现在的桌子上 这次 我给了他一个痛快的了解 他的兄弟 不会来向我复仇吧